三国中有个年轻小将叫马超 萧勇也不亚于吕布 又是军阀马腾的儿子 也是高富帅一美 可惜 杨佩妻子为何给别人做小妾 原来有曹操的手笔 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在整个三国 前表吕布 后表马超 足见马超的武艺很厉害 可惜 老打了败仗 第一次败仗 马超是被曹操击败 当时马超和韩岁在同关和曹操决战 最终惨败 第二次败仗 马超是被杨复等人所击败 非常狼狈 投奔了张罗 张罗又不待见马超 马超只好投降了刘备 真是出师不力 这时 战败的马超败逃了 但是他逃了 家还在那里呢 故此 父亲的马腾等一家二百多人 都被曹操残忍杀害 可以说非常惨地 而马超的妻子和儿子 曹操在打败张罗之后 就把马超的老婆赐给了盐谱 把马超的儿子马丘交给张罗发落 之后 张罗亲手杀死了马超的儿子马丘 不管如何 曹操的继某可谓狠毒 看吧 老婆都作为别人小妾的 可谓是蜀汉最悲惨的将军了 总之 马超和曹操之间的仇恨 真真是有杀父夺欺之仇 而冯立祥曾评价马超说 千古英明鸡齿汉 一天一出痛愁草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